咱们现在这个人间跟地府有时差吗? 人间跟地府时间基本上差不多 基本上差不多啊? 没有什么多太大的时差的 它只不过计算的方法不一样 人间是按时钟计算 它们下面是按照时程计算 道理是一样的 哦,就是咱们老祖宗那个十二时程嘛 对,就是紫草银毛 实际上就是按照时程 哦,明白了吗? 跟天上是有时差的是吧? 跟天上,实际上这个时差是相对来讲 不是绝对的 比方说天上一天,人间一年,对不对啊? 是啊,都有这个传说 什么传说是真的 但是呢,只是说 只是说这个时差跟人间的时差 是描标里边的时差 而不是整个时间里的时差 你们可能听不懂 这个不容易讲 比方说,比方说你在天上一天,人间一年 你不能说,我天上坐了一个小时了 我下面就是比方说要多少几个月了 并不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人,天上的人 天人,他们所享受的时间 相当于人间的一年 哦,就是那种体会,那种感受是吗? 啊,享受的 他们所接受到的这个时差 他们很快 他们可以相当于人间的一年 并不是时间,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很多人不懂的 你比方说,你比方说 你是什么感觉 你一个小时跟人家谈话很快就过去了 你在火边那儿 讨一个小时 讨得了你 我讲了,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明白了 这个就是培根论哲学里边就讲了这个东西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